如果有若名生物 之前有幾天都尤其是北水那些 我真的湧過進去一下 但是近期反彈浪又好像是否停了呢 我們就說其實就算去到現在這一刻的角度 特別是若名安特 因為若名生物其實近來好像沒有剩下了一點 沒有公佈一些特別的新聞 然後股東又好像那些大股東 那些主力的基金又好像停滯了 然後又沒有再有什麼配股的消息了 老實說沒有什麼配股的消息 No news is good news 是好事來的 起碼就是沒有把那段news說 現在在我心目中 相對歷史高位140元的角度 reactivity speaker 這麼低的價格 你還要配股的話 老實說來說都很心寒的 幸好我們近來就正英英 沒有什麼消息了 但是就是說除了這些news之外 若名生物沒有什麼自己特別的news 若名康德反而是多一點的 最主要就是公佈一些刑起 或者一些數據的情況 實際來說 那個performance 相對來說是比較理想的 但是你看到他們的股價 相對來說是比較牛皮為主 我覺得最主要都是有幾個的原因 第一來說 始終是他們surf的很多的一些對象 這個都是一些心目開股 雖然說都要有個常識 就是他們surf美國的公司 是多於中國的公司 所以其實中國那邊的創新藥 或者藥的發展是受到一定的阻礙 其實學術上對他們影響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那個陰謀始終是在這裡 第二就是說對於他們的股值的壓制 最主要就是在於是和美國的關係 因為特別是若名生物 其實是絕大部分的所謂的business 其實都是和美國的一些 或者歐美的一些大的藥廠 實際上是有關的 大家都知道之前都傳過幾次 若名生物是有機會 給美國政府是有一些限制的 這樣這件事情一直都是 好像一個山大壓力那樣 壓在若名生物身上 其實另外科普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在CRO裡面 所有的專業成員 包括了日明生物 日明康德 康隆化成 和泰戈醫藥 其實很坦白說 如果你只是計美國業務 沒有一間是低於五成的 全部都是高於五成的 這個OK五成 我們有六十幾個個不等的 如果美國那邊 是和中國的關係是惡化的話 那他們的股價是相對比較難升的 最後就是說要消化股值 因為就是說雖然他們的股價 普遍都回到五十百以上 但是計算回到Forecast PE 仍然都不是太過特別便宜的 特別日明生物 現在Forecast PE 都應該起碼去到大約六十倍左右 當然雙方高峰 驚人的二百倍已經 適用的鬼故事 現在就沒有了 我們都坦誠說 事有回憶 你百四元買若名那些 我都不知道它怎麼算 老實說 OK 但是現在Forecast PE 壓到60倍 都叫做好少少 這個雖然都不是說便宜的 老實說 所以他們仍然是 要是一個漫長的 是通過貼職的增長 去壓低PE的過程 這個過程 就可能還要有一段時間去 所以說了這麼多之後 就是說總結論 長期的增長來說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短期就有一些 中短期有些是政治的困擾 或者股價是股值高昂的困擾 那變成是要修復衰市